朋友们好啊 我是火焰心太极门掌门马宝国 刚才有个朋友问我 马老师发生什么事了 我说怎么回事 给我发了几张截图 我一看 原来是昨天 今天和大家探讨一下 怎样打 放在要打 放在上来就是 嘴绑 嘴绑怎么回头 不止了 他就站起来了很快啊 所以 就在这边看 有两个年轻次他突然袭击 这好吗 这不好 呃 武林 要一和为贵 我大意了啊 一则做正当 把我弟子打呼之了 我说小伙子你不讲武德 你不打 我又大意了啊 把我弟子又打呼之了 小 起 落 我 起 哦 坏了 给我眼啊 右眼蹭了一下 咱没关系啊 我可不是乱打的啊 我喊我三个十八 哎呀喊谁啊 是有费二人 你看 哦 我知道他怎么喊的啊 这是画镜 嗯 就向上来就 又招了就招了 人家的伟子去回家 我叫同伟 我笑一下 他就输了 靠 我叫婷婷 王怎么又招了 我不打了 我不打了 作者不讲武德 来 骗 来 偷袭 我六十九岁的老同志 这好嘛 这不好 我劝 这位 浩子韦志 好好反思 以后不要再犯这样的聪明 谢谢朋友们